iPhone新機6s和6s Plus 在星期六下午3時01分 正式在Apple官網開售 向來搶救風氣刺熱的香港 燒情出現兩極化跡象 究竟會不會炒孔呢? 我們記者去到旺角先達廣場 不少店舖都貼出iPhone 6s預訂的牌 其中一間手機店表示 已經接到幾十張新iPhone訂單 相信炒孔可以持續至少一個月 其實每款款都會炒 不過264GB就為主要 是不是玫瑰跟這隻特別? 為什麼? 新式 但是另有手機店負責人就說 新iPhone的預訂情況 未如以往熱烈 出現炒孔的先兆 其實iPhone 6s Plus 不同容量的版本 在接受訂夠之後不夠半小時 立即被掃清 但是iPhone 6s 知道夜晚仍然接受預訂 你說服不服? 另焦味更濃是因為 今次香港與內地同屬首發地區 內地的Apple官網也未出現瘋搶情況 夜晚仍可以接受兩款iPhone的預訂 所以內地人亦不需要來香港搶救 不過內地預訂兩款iPhone 之孫港元後 售價較香港貴八百多元至一千二百多元 本港炒價或可以從中賺取差價 但未必可以像以前那樣大賺 O&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